德國的電影院關門停業 何時重啟 尚無定期 不過 柏林市普倫茨勞貝格區的一些居民 週六晚在他們居住的院落裡 卻享受了一場私人電影放映 這是被稱作輕浮窗口的一個項目 口號是您家院子裡的柏林藝術電影院 目的是引起人們關注為柏林電影院的籌款活動 是從文化學生 從文化學生 從文化學生 他們一起嘗試社會進行這個疫情 讓他們有興趣 至少擁有二十套公寓的公寓樓 都有一面空白牆壁 可用作電影屏幕 考慮不是所有居民都願意看電影 現在 電影只有字幕顯示 沒有聲音 我覺得它很棒 我還未有空隙 因此我必須在家庭的房間 我希望它們的小人能夠維持 讓它們有一點靠近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棒的 我覺得很棒 我覺得這行動很棒 我們現在沒有拍攝影響 在拍攝影響的時刻 還能給予人們的機會 給予人們的拍攝影響 在我們的背後 非常棒 每個人都可以在家庭 可以看到一個很棒的拍攝影響 像《 Himmel 》在 Berlin 拍攝影響 非常棒 和電影院一樣的是 樓體電影在放映之前也會放廣告 希望獲得贊助商支持 以籌集更多資金 這項活動目前一位柏林電影院 籌集了超過9萬歐元 其他預定將放映的電影包括 《蕭恩綿羊》、《愛心文森特》 藝術家和克里奧 新唐人記者徐哲 一清綜合報導 obedience 助言人家徒哲 蓬玉 諮詞 詞